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更改模型怎么办 对呃更改模型的话就两个方法那我一样我重新什么都没有新的打开画随便画几个形状然后做一次给你们看 但这招的话有前提先说一下呃因为6和7的一个key shot版本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界面变化这样子啊所以呢有些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特别塞7所以呢我建议大家key shot的话用5或用6的这个版本会比较好 那现在你们看得到呃首先我这里有一个那个方块对吧我先储存一下那储存我默认放在桌面上面放桌面的时候 对呃你看到我现在这时候把那个key shot给打开一下那照片上来讲首先有两个前有几个前提条件我们必须要做的那这样子library对吧 这时候操作比较快因为我相信你们前面应该都理解了吧呃对不理解的要把我前面视频再看一遍这样子好那个就是我先把这些什么背景啊 场景啊白底等等的然后还有这个颜色上面的我大概弄一下吧 那储存一下对那这时候反正还是一样五和六的操作呃五六七分别key shot版本操作都是有点问题的呃有点不一样那七的话是特殊比较特殊一点五六其实应该是能差别的 首先是在这里这样子一个情况啊projectsense然后你会看到所有模型一直会在这对能看到吧那这里呃其实这是第一次集到第一个的一个什么就是说一个改进的方法那改的方法是这样子呃你会看到这有个radios那个radios对吧那这时候你会看到导人脚但是 啊五啊你看到就对其实是可以导的你看到吧五啊其实一一就可以了啊你看到他是有点假对吧有点小假那这时候其实你看得到就是一个呃对小小假以外然后就这里肩还是保持肩这是一种方法对吧然后那个我们回去零了这样子你们知道第一种方法但这个方法有时候有点小问题是什么问题的那这时候我在我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呃因为这个是七里面特有的特有的一个事情我以前用六的时候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今天试了 嗯一整天了然后也跟人也交流过一下那那这这时候我先画这样子一个行那我我顺便把底那个面给补一补啊 那上下左右然后这里对吧下面这个面给补补啊反正全损上对吧再来一根了ok那 啊连接上那这时候人我们另外再储存一个出来安泰特1 嗯呃对然后那一个我再把qshare给打开一下 那你们现在已经掌握了第一种方法了就是说直接导演讲就是说有时候特别比如说你是钟表里面的摆坨或者什么呃电子产品上面的按钮对吧你想体现一个很细的细节那这个功能可以短时间去用对吧就是说给你及时去用一下那这时候一样我可能就不弄那么多我就把那个反光材料给你 贴上去那你们去比较容易理解一点这样子一个情况啊好这时候已经表现完了那sense model你会看到打开 对你会看到这里就一个个面了会变成就是说有时候会出现这样子一个小问题的这个是但是你看我下面导角是ok的你看到下面这里好像有ok 因为我现在是这个面就反而就是说他这个东西吧反而就是说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就是说不是万事万灵你看到我现在全调整1你看还是1他这里没有给我变圆角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只有一个面但是我这里是方形的时候你就看到这里就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在6的话他没有这样子一个情况他就算一个打勾的问题就打一个勾你把这个勾一勾上他直接就是说这样子一个radio那这是qshare7的一个问题 7的话的确是他的渲染场景上来很方便的确是很多效果会做的比以前好但是有些小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说用的很6的时候不见用7我见你们用6这样子一个情况好的那这就是一种方法导圆角只能导圆角没有别的了哈就是这么简单那这个那我回去看看了那刚刚是我想给你们讲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那这时候角度反而也都能调那这个就是说只能用在一些很小的一个方面算是一个小技巧这样子 好那个第二个就是你们比较在意的就是说怎么实时更新对吧啊那我们我们先把这个不要了啊就这个一那就刚刚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面那是倒不了圆角的这是反正我很肯定告诉你们就是说这一两招反正不是万事万零因为是一个版本更新的问题要导致的而不是说本身怎么样 因为以前我用五六的时候基本上扔进去几乎都可以那现在是这样子一个情况那第二招但第二招的话有个前提首先名字你要一样名字啊文件的名字 然后再下来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已经弄完对吧那我这时候可能是说我想再弄个这样子哎我在弄个这样 ok我可能再弄一个这样子形状对吧好那个等一下我外面这边但这时候做件事情对copy个为什么保存原文件懂吧 然后这时候我再储存你看哎文件untitle还是我新的这个然后呢另外一个是这个你看到就是说本来的那个那这时候哎我忘了打个圆角哎我再给他打个喜欢圆角一 ok然后这一下啊全倒了吧干脆全倒吧哎你看到反正我现在全倒了对吧就那我刚刚一个方块我现在想更新成一个型那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用上 比如说你外壳化呢或者某一个手表的外壳电视产品的上壳或下壳换一下或者按钮上面变换啊这招都可以用 但这招不是万事万灵就是说有时候他读不出来就电脑没有那么聪明你们懂的那这时候我们拖进去对那你看到对update your geometry对吧 你看到这时候update哎对你看这时候哎但是这里你刚有导人脚对吧但这里怎么会值得对原因就在这 我们要把这个删掉那但是6和5是没有存在的你看到哎回来哎这是我们只要把它删掉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子一个问题啊 因为呃我不知道7为什么会这样子反正就是说6不会有这个问题5也不会因为你看到反正就是我现在倒整个他这个整体反正不影响你就这么简单 如果我现在我不这么挪其实跟你本身的连就是说一张A4子里面角度等等全是一样连这个灯光都一样 但是7有一个好处结果你看这个光位这个光位这种那么漂亮光位6除非你把这些场景都扔进去6自己再去调整但是呃通常不会那么无聊再调场景再弄什么的 因为那个你还不住只用3dmax奇说的特点就快然后快又快又准就这又简单啊这是奇说特点所以呢就反正就是有缺点有优点今天跟你们讲的反正就是不是万事万灵 那刚刚记得导入新的文件可能会有那个老的文件在那你要把它删掉有可能会怎么样错位所以说你在弯的里面画的时候是吧 这里一画那你就需要说比如说我一开始在这个位置你就不要这样子挪然后我在另存那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这样子挪另存我们再改一改好吧呃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说肯定了他就没办法摸人了能懂我说的这个意思吧所以就是这一招可以让你们小改一下这样子但是 如果你要你们要大改啊我在储存当然你们记得像刚刚那样子在那个保存好原文件吗这个是必须的然后这时候我们再进来啊拖一下嗯 然后我们再update 哎你看到他会变对吧那这次就还好有时候会怎么样两个都同时存在我刚刚那个在这个也在他默认这两个是两个不一样的整体啊你看到了那这里还是一个片啊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了懂了吧 虽然位置有会跟着我但有时候会怎么两个同时都在这些一些很奇怪不一样的小问题那这个我不管他因为重点我们要模型要输出啊他里面怎么样的问题我们不不去管他对的那这个就是一个犀牛里面的导演角还有一个模型更新的一个问题但是不是百事百营但是说如果真的你们需要只有这一招好的那个那那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呃下节课会讲一个 呃下一节课那集是soniverse你们可以跳过呃另外会讲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呃如果文件太大时候要怎么样去渲染这个soniverse和1.0的观众都会那个通用的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那就要好看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